這目前有跟江鴻姐見過嗎 他等一下要拍機的時候 你知道嗎 沒有特別的關係 但前陣子有傳訊息 那時候就有說 他上來台北的時候要約吃飯 後來也還沒有約結 所以就等他回來後 我跟江鴻姐不叫什麼 你跟江鴻姐不叫什麼 是我們多來 你也是太人了 夏和溪圖江鴻姐私下互動 做一舉動讓王彩華走心 我們在一堂 他們就是把我們丟來這裡試試看 三類型節目 我們這一攤由公關王彩華主廚胡宇威 財務總管夏和溪組成 一起經營攤位走訪台灣知名夜市 主持人王彩華夏和溪 帶著小幫手樊仲哲一起出席記者會 回應節目中發生的有趣事蹟 但是有一次我走心 我有點難過 有一次你可能不記得 我在煮湯圓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很忙啊 大家都很忙 他就咕咕咕 那個剉兵用 我一直震動 我願一直抱怨 那個剉兵震動到我快兩毛兩隻 而且創出來 我就說 我沒有買湯圓這個剉兵器 真的創不出 而且一直甩 我連去創 快二十次 我就跟他 不被隔無 長官說 你覺得因為太硬了 他說我加水了 他就這樣 啦啦啦啦啦啦 我說 長官說 太硬了 我就走了 她是帥的 跟走了欸 小姐 我敢這樣對全配欸 因為那時候同時 我們在煮20多珍珠 因為我發現她不見了 我以為她挺偷懶 這是我走心 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了嗎 我們從弟弟到現在 不是相處得很愉快嗎 沒有 什麼都是我 不然只要 你給我做什麼 做什麼 你媽媽也是 我媽媽 這裡面有跟 講話是貼見 那等一下要拍鏡頭會你會知道嗎 我真的嗎 沒有特別關係 但前陣子有傳訊息 因為她有說她要來台北 因為那個阿昌結婚嘛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們也在 日本出外境 所以就沒辦法去阿昌的婚禮 所以我跟每位都有把禮金過去 她有訓息 所以我們怎麼沒有到 因為她那天也要去參加 那時候就有說她上來台北的時候 要約吃飯 但後來也還沒有約職 所以 就等她回來囉 我跟家朋友會比較熟 沒有 沒有 瘦很多啦 其實老實說我希望這件事情 是可以和蘋果骨的 因為 在那時候比賽的期間 其實因為 小姐的關係 也有跟小愛一起去吃飯這樣 所以 那時候我覺得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快樂的 所以我也希望這件事情 是可以很快樂的結束 好 我認真 因為這件事情 我自己 覺得很荒唐 因為他們 他真的很安慎 而且他真的很兇 然後 也 我也 在這邊公開放他尊友這樣 就是如果這個女學 我有 有任何想法 可以在下面 但 他現在真的真的就是安慎 對啊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們不會 不要一直上新聞 我是記者 對 超越大會 嗨 大家好 我是武東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 歐巴桑 我是蔡康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S 我是浩角翔琦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李嘉賓就好 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祝三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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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 APP 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